局长 您还有什么吩咐啊 我这几天是脑瓜子生疼啊 这帮学生可真不是省油的灯 老弟啊 你得给我分分忧啊 帮我都出出主意啊 局长 能为您效劳 我当然义不容辞 不过我去区一个小课长 这能干什么呀 那个教育局副局长的位子 你不是盯了很久了吗 我都给你安排好了 但你真得卖力干 你得多出点子 怎么跟你这帮学生要周旋 不是周旋 得跟他们战斗 实在不行的话 你就配合老曹那个别毒 给我多抓几口 那这随便抓人 毕竟是学生啊 你说这合适吗 公仨啊 长点心吧 抓学生是造人 可是学生里万一真有共产党 你我都在吃不了兜着走 以我老黄的法眼看 领头的那几个全是 宋将军 不是我们故意拖延时间 实不相瞒 何北园长去了南京了 所以 政务委员会 我们不敢拿主意啊 再加上学生一个劲的 给我们施加压力 我们确实很为难 那你去告诉学生们 计察政务委员会 虽然是一个自治政府 但绝不是伪政府 我宋某人也不可能 像殷汝庚那样效忠日本人 我只是换一种方式 保卫华北政权 报主任 你应该清楚 我们都是冯将军的敌心 更何况啊 宋将军还是冯将军的门生 怎么可能倒向日本人 是啊 我已经跟学生们说了无数遍了 可是他们不听啊 那计察政务委员会 就永远被革制下去吗 宋将军 您别着急 何北园长肯定是到南京 向江园长汇报去 您再等两天 您来了 随便瞅瞅 您这儿工买字画啊 您想要点什么 您给 您给 奏者有吗 您想要哪朝哪代的 如果我这儿没有 我可以到别处给您逃换 朝代 不 不知道 那我怎么给您找呢 但我知道谁写的 姓田明忠交奏者 行吗 不是 你笑什么呀 有就有 没有走了 你等等 这位朋友 你刚才说的那个东西 我这儿有 我可以送你一封 而且分文不缺 你等着 不是 送一封多不好意思 怎么送呢 这就是天忠奏者 弄一道 这个天忠奏者 不是姓田明忠的人写的 是一个 叫天忠义义的日本人写的 我知道 我就是考考你 你连日本人写都不知道 你 你这是真的吗 我这当然是真的 可是你刚才说的话 是假的 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假的 小伙子 干我们这行 考的是这个 不瞒您说 干我们这行 考的也是这个 那您是干什么的啊 拍照片 您好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呀 看上一女孩 当然了 就我这形象这气质 我看上的 别人也能看上了 但是这奏折呢 我不知道 那孙子知道 这回你说的是实话 这份奏折 我送给你了 真不要钱呀 不但不要钱 还送你八个字 哪八个字 生死关头 不得不堪 我国为了开发其资源 以培养帝国永久繁荣 特赦南满洲铁道诸事会社 这个企业实际是我国企业中 规模最庞大的一个 他们是不可能有诚意的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要把被抓的学生们 都解救出来 他们在牢里多待一天 就多一天的危险呢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我们把这把火 烧到南京去 直接向国民政府请愿 这样 会带来全国性的震动 如果有必要 我们可以提出面见蒋介石 尽管这有一定的难度 你们马上去通知 各大院校的同学们 说干就干 明天就出发 但是这件事情 一定要绝对地报名 不能让警察局知道 如果知道了 我们就走不了了 他今天抓紧时间准备吧 好 好 小松 你留一下 你妹妹在牢里受苦了 你能不能想办法找人去看看她 你父母在警察局 能不能找到关系啊 我去问问我妈 这些日子 我一直瞒着他们 说林熙跟学校去外地学生了 不过这会儿 想瞒恐怕也瞒不住了 难为你了 你去吧 来 如愈征服中国 必先征服漫盟 如愈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中国 小日本的 小日本的这敢征服我们 还反了你们了 你骂谁呢 骂小日本呢 骂小日本 我问你 今天一到新华门干嘛去了 什么都别看 我不跟你说了吗 我就拍几张照片 照片 我再三告诫你 别跟那帮学生搅和在一块 你就是不听 今天还在局长面前 出了那么大的洋响 连田中奏折是什么 你都搞不明白 你起什么混啊 我告诉你啊 一再瞎掺啊 受伤的可就不是手了 到时候我可保险不了你 哥 你轻点这是手啊哥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 田中奏折是什么呀 我告诉你 我说的没错 就是一个叫田中的人 给皇上写的奏折 但那皇上呢 不是中国的皇上 是日本的天皇 那他都写了什么呀 写什么 我给你仔细地讲一讲 那个奏折 主要写的就是 小日本子想要征服中国 他彻头彻尾地 暴露了小日本子的狼子野心 咱中国的梅呀 铁呀 钢材呀 木材呀 还有土地 小日本的都想据为己有 你说这是什么行为 这是强盗的行为 我说的对吗 哥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啊 我今天是装的 我主要是逗他们呢 我看那是什么 没什么 没 没 我看没 没 现卖现卖是吧 我告诉你 这份奏折是共产党自个儿编出来的 连日本人都不知道这份东西的存在 就你那脑子呀 你就老老实实画画吧 政治这玩意儿啊 你搞不明白 哥呀 你别犯傻了 这个东西是真的 是日本人写的 日本人不承认 那是日本人在掩耳斗铃 我告诉你啊 我让你学日文 不是让你看报纸研究政治的 是让你将来有机会去日本留学 天中奏折有没有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以后啊 别再掺和这事了 听见没有 我跟你说 我要再看你跟那帮学生搅合在一起 我第一个把你当共党分子抓起来 什么什么 你还要抓我 我可是你亲弟弟抓我 没错 我告诉你 站在你面前的 是教育局代理副局长 那帮学生要是再闹事 会有大麻烦的 警察局不是吃干饭的 你笑谁你 我报那么难看 我觉得他是那张 你 trad療有用 是 我能告诉你 那些ですか 人 我赶紧 你赶紧 让你赶紧 把姆怡 周然 你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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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她是从前 你赶紧 说明他们之间一定有着神仇大恨 最近殷汝宫还有什么外出计划吗 这个大韩剑刚进了一条命 现在成了进攻之牛 尽深沉的 要是让苏妍知道殷汝宫还没有死 估计这个丫头还得有所行动 所以我觉得还是先别告诉她 你干什么着 你们是干什么的 这鲁边那刀你问我们吗 你是不是找死啊 君子动我不动手啊 我告诉你们 我是这儿的学生 学生 哪个系的 中文系的 怎么着 不让我们上街还不让我们回学校啊 进去吧 真是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哈 你怎么一样 我怎么被要检查是 这些人 你们呢 你怎么变得超美 你怎么什么 我这集中的 我现在又有看到了 你怎么能变得真诚 我给这儿了 我这儿走了 我给你做夠了 我这儿了 我因为你是不是 我你比辜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原水也解不了尽渴呀 他那些朋友那些关系 我现在根本就摸不着 妈 您别急 您 您再好好想想 我爸认识的人当中 哪一个能跟警察局打上关系呢 这个 这个你还真得让我好好琢磨琢磨 这可真是可怜了你妹妹了 她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苦 你说你去游行就算了 你带着她去干什么呀 她一个女孩子家 这不没事找事吗 妈 您不是也痛恨日本人吗 您不是经常教育我说 做人要有狐气吗 小的时候您老说 男子汉大丈夫 宁可应风站着死 不可屈膝跪着生 我那说的是男人 女人跟政治没关系 男女都平等 去开门去 谁啊 海威 海威 我刚才去寝室找你 同学说你回家了 我有一个特别不好的消息 要告诉你 听说有人 要以抓捕共产党的名义 逮捕学生 所以明天的行动 要千万小心了 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一专那个拍照的同学 告诉我的 她要来找你了 她的话你怎么能信呢 那种人 狗嘴里捅着象牙来 你不能小看她 她哥哥可是 教育局的副局长 听她吹牛呢 你不要这么武断 以我的判断 她的消息是准确的 玉泉 玉泉 你在哪儿呢 妈 我在门口呢 谁来了 伯母 是我海威 海威啊 快让人进屋啊 不了 伯龙马上就走 伯母再见 你千万不能心存侥幸 小松啊 你说的这个情况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重视起来 我认为啊 我们现在马上就应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我去看看 这位同学 我们这儿已经打烊了 我 我知道 那个耽误您几分钟 就是有人跟我说 这个奏折是假的 你也不想想 真的我能给你吗 这都是客字印刷的 真的那都是日文 就算给你 你也看不懂吗不是 不瞒您说 日文我还真能看懂一点 是有人告诉我说 政府把它编造出来 让我们去恨日本人 说写这玩意儿的人啊 是一骗子 胡说八道 一派胡言 谁说的是谁 反正不是我说的 来来来来 好 你看看这上面写的 你看字写了 欲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中国 欲征服中国 必先征服蛮王 这不是文字 这已经是事实了 东三省不是让他们站了吗 东北沦陷了 难道你不知道吗 同学 这 这怎么能是编的呢 这 日本政府极力抵赖 说这是中国政府伪造的文件 这种认识 也影响到中国政府内部 来 坐下来说 来 就在这次国联大起见 在中国代表颜慧静举办的招待会上 由西方某记者 问起田中奏折的可靠性时 他竟然闪烁起此 不做正面肯定答复 回后 中国代表团成员王家珍先生 将获取田中奏折的实情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使他顿时顾虑全无 信心大增 你怎么获得的呢 你别着急 听我先跟你说 这个颜慧静 到了下一次 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 颜慧静在会上 大讲天中奏折 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说你要是到一个很小的剧院呢 去看演出 发现这个节目单上 竟然有 意大利的欧贝拉 俄罗斯的芭蕾舞 还有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 你一定很诧异 听一下 这么小小的一个剧院 怎么能够演出 如此大的节目呢 可是拉开幕你发现 演出的就是 节目单上的内容 这节目单就是天成奏折 没错 占领东北就是他们演出的节目 而且还是这个节目单上的 第一个节目 因为我是东北人 下一个节目就是华北 先生 您贵姓 免贵姓刘 刘永相 一个流落北平的东北人 我叫吴鸿远 是北平义专的学生 幸亏 先生 听军一席话 盛读十年书 虽然说 我平时也不怎么读书 但是今天还是觉得受益匪浅 对了 这折子 我再回去好好学一学习 好 再见 他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认识他 我怎么能跟这种人打交道呢 就是这几天总碰上 听你的口气 你很讨厌他 他怎么找你了 他就是个白痴 我妹妹林夕 就是因为他才被警察抓到 他出卖了你妹妹 那都不是 那你对他的评价 是有点刻薄了 白痴 往往有着超凡的智慧 来 干嘛 别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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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杯清咖啡 我要加汤加奶 好嘞 谢谢 你的手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 不知为什么 心里总是发慌 是不是因为昨天我跟你说的那番话 也是 也不全是 总觉得今天 会出什么事 您的咖啡 谢谢 请慢用 二位 二位 早上好啊 凯薇 咱们走 走 谢谢你那咖啡啊 真香 要喝自己买 小气劲 是 先生您好 喝点什么 不喝 就坐会儿 对不起先生 我们店里有规矩 如果您不点点点东西 是不允许在这逗留的 这什么规矩 我怎么没听说过 我们的张成就挂在墙上 您可以过去瞧瞧 那行吧 给我来杯咖啡 好 等等 我要两杯 第二杯留在明天喝 明天我还坐这儿 不行 今儿是今儿 明儿是明儿 那行吧 就来一杯吧 好 时间到了 走 先生 先生 您的咖啡 咖啡 没给钱呢你 怎么来这么多学生 他想干嘛 我哪知道 你快去报告警警 诸言虎诚道 乌诚在在附近出现中 salt学生 寻生乌快 快 过来 过来 站好了 站好了 放开 同学们 你们要再站住了 不要让他们进来 放开 放开 闪开 闪开 同学们 站好了 起来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倒了 最危险的时候 报主任 北平火车站 突然冒出一大堆学生 火车站 你赶紧去把他们拦下来 那些学生在火车站 能搞出什么花样 我让你去拦你就去拦 我怀疑他们是想 集合起来去南京请愿 好 你赶紧去查一下 去南京那儿车次有多少 如果他们真去了南京的话 让我讲迷远着 因为我可都脱不了干系 好 是 同学们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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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 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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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北平的学生 要去南京请愿 让我们上车吧 不行啊 这跟我做不了主 求求您了 我们要说 这真不行 真不行 这同学 你们是好样的 你们为老百姓说话 我们支持你们 我这票送给你 还有我的 我这票给你了 我这票也给你了 行了 行了 谢谢 谢谢 什么票不票的 都上车吧 走 走 我就上车吧 上车了 我们班中一行 冒着第二地跑火 前进 冒着第二地跑火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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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险 八点四十分 有一趟九十二次列车 是从北平开往南京的 马上给我拦住那辆车 把学生们给我看住了 是 黄毕秘书 夫人 马上通知铁路局 取消九十二次列车 取消 让九十二次列车 停在北平 是 下去 下去 这哪是你个姑娘家玩的地方 叔叔 我不是来玩的 我是当真的 你 你下不下去 我报警了 别别别别 叔叔 我是去南京警院的学生 你就帮帮我嘛 那我坐这儿吧 你 你 你这会影响我们工作的 去乘务舱吧 啊 同学们 局长命令你们 即刻离开火车站 熟弱不燃 后果自负 我再说一遍 你们离开火车站 我们可以既往不咎 听明白了没有 他们还会动手吗 不知道 孩子们 你们是好药呢 来 这样坐 大爷 大爷 我站着就行了 您年纪大了 还是您坐着吧 大爷年龄大了 也不肿用了 这次去南京警院 还要靠你们这些年轻的 别累的 来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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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快走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啊 那叔叔 你这孩子果然是来添乱的 赶紧下车 可是那帮警察 就在跟学生对峙着 你看看 他们手里有枪 如果真的动起手来 那帮手无寸铁的学生 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您要是载不开车的话 那就晚了 这没有发车的命令 火车是不能启动的 会出事的 可是叔叔 如果您现在还不开车的话 那就不单纯是火车的事了 那就是整个国家 整个民族的事了 您带我们去南京警院 您是在救国呀 这救国也不能乱个规矩 可是你们看看外头的学生 难道就一点都不受感对吗 没想到我一个大男人 学我还不如一个姑娘 我也守规矩这么多年了 可今天我就喂你破了 这吃闹我开 太好了叔叔 谢谢 谢谢 角度是没有通知 车开出去 万一跟其他车相撞怎么办 没那么严重 先斩后奏 不就还差五分钟吗 可你看看这帮孩子们 啊 叔叔谢谢您 那咱们这趟车 就是一趟抗争的列车 是 快快快快快快 这小丁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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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孙景权 怎么样了 再没发车 我们可顶不住了 放心吧 列车已经启动了 太好了 大家注意 准备撤离 准备撤离 撤离 等等等等 谁让人发车呢 我们也不知道啊 车已经走了 要对是来电话 徐晓九二次列车 晚了 车已经走了 走 快点 走 走 车 走 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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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有雅兴啊 在这儿拍照 相机给我 不行 这是我的 我知道那是你的 给我 哥 他打我 那 站住 站住 快拿过来 我的 给我 跑 站住 给我 站住 给我 你受伤了 伤哪儿了 我 没想到你下手这么狠啊 走啊 你别管我了 你赶紧跑啊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 扔在这儿啊 我没事 你赶紧跑 我赶紧跑 那那你保证 我保住 我保住 小吴 刘老板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跟你说 这个地方已经被警察包围了 你往那边教堂跑 在那儿警察不敢随便抓人 是 他们刚才还有抢我相机呢 不行 咱俩一块儿跑吧 那把你抓起来怎么办 我见过有我这么大岁口的学生 你们快跑 我没事 那你保重啊 好 我怎么不管他啊 不用再担心 他那人贼着呢 怎么能这么说话 他好点给我们烧过口气啊 他那口气 烧不烧都一样 小坐 小坐 不要 这条路已经被警察包围了 跑不出去了 那怎么办啊 你们走这条路 马上去叫他 我已经给那里的牧师打过招呼了 他不会阻拦你们的 好 等一下 啊 不论发生任何事情 一定要冷静 不能跟他们来应的 还有 保证大家的安全 才是最重要 别烦 走 周先生 快快 快 帮忙跟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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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帮孩子竟然跑到火石站渠道 他们想要干什么 警察局曹局长来电话说 他们是想来下请愿 发起火车 已经开出了北京了 他们简直是自不量力 太难了 累死我了 逃跑成功 没抓到 二 二位美女 来来来 我给你们拍张照片 留个纪念 看见了吧 微笑 齐活 等我洗衣出来 送给你们 高海卫同学 刚才多亏你了 要不然哥们塞球车了 可是我让你走 你还就真走了 原来你是惦记着他呢 这方面有点不太地道 你这是什么话 早知道你这么谢我 当初我就不该多此一举 就是 一个连田中奏折都弄不明白的人 你跟他能聊出什么来 等等 不就一破田中奏折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现在 我就跟二位分享一下 我对这折子的个人看法 谢谢你 用不着 这还真用得着 我看你们这么自信 你们能用八个字 概括出田中奏折吗 你说说看 是哪八个字 说出来我怕吓着你们 听好了啊 叫生死关头 不得不堪 怎么样 精练了 那是 那你早干吗去了 早 早干吗去了 早 早 还没总结出来呢吗不是 九二次列车已经驶离北平 您看咱们是不是应该通知铁路局 想办法把这趟列车截住 既然已经开了 就让他们去吧 列车上还有其他的乘客 让列车停下 触犯了其他的乘客 反而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就先让那些学生们 自明得意去吧 等到了南京再说 还是主任想的周去 身上外面现在情况怎么样 听说那些留下学生 都去了外国人的教堂 你马上通知曹局长 让他审慎处置 千万不能给外国人留下口舌 是 局长 他们进了教堂 小兔崽子们 外国人就能跟你相拨拨 老子照耀抓人 局长 这是教堂 教堂怎么了 还成太岁了 你们想干吗 你说我们想干吗 请你让开 教堂神圣不可侵犯 你这是在庇护和我们政府滋事的人 你再不让开我连你一起撞 那你就试试看 等 我要告你们 我要告到你们南京政府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两个 我去 是 巨浪 巨浪 不断增长 同学们 同学们 快拿出力量 来复兴天下的希望 巨浪 巨浪 不断增长 同学们 同学们 快拿出力量 来复兴天下的希望 唱得非常好 巨浪 巨浪 不断地增长 好词好曲啊 不过今天 我们先让巨浪平息一下 搞一段 今天我奉命来这儿 是执行公务 不是来作对 我只带走一个人 剩下的人都可以回家 所以 也希望大家 不要与我作对 你要带走谁 问得好 我只带走 你们的头 谁是领头人 站出来 不会没这个人吧 难道你们哥哥 给你平勇 搞一段iform 我认为 谁是领头人 你那对 我去 在十四分钟 屏要 这一度 我再开 在我以后 开分 我 有 橘子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认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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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你好 你好 这还有一些在路上的 我想给你介绍 这是太后世报 驻中国记者站的 沈敏斯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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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领头的 我是头 我是人的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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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都很有种 你是不是胆小鬼 怎么不站起来 一般大人物 不都是最后出场吗 快点笑 你 干什么你们 我 我要上厕所 别敢耍老子 我带走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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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着急者 不是 不是 找废话 我走 真的不是 他不是着急啊 你们 别什么抓人 别动 谁动先打死谁 怎么办 都是他号出风头的结果 怎么这么说话呢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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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啊 干干干干什么你们 老三 干嘛呀 不是 老实点 你踩的稍微低了 我这快脱旧了我 等一下 哥 我这 你打我干什么呀 打我干什么呀 打我干什么呀 我不让你跟这帮人 搅合在一起 你就是不听 现在闯祸了吧 曹学长 这是我弟弟 见闻他犯什么事了 他是你弟弟 是 对 他是我哥 吴科长 你怎么有这么一个弟弟啊 是 墙上 磅磅的路口小月 马蹄 玷污着眼神清雪 丑暴汗被点燃 胳膊悬在暗涌 从那儿章心的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